大家好,美国拜登政府持续数年的半导体围堵战略 终于是引发内部的反弹了 根据美国彭博社的报道称 美国三大芯片巨头,英特尔、高通、英伟达的高管 都将前往美国华盛顿进行游说 反对拜登政府扩大对中国出售某些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限制 7月18号,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发布声明 呼吁美国白宫避免进一步升级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限制措施 SIA在声明中明确表示 白宫反复采取过于宽泛,模糊不清 有时是单方面的限制措施 可能会削弱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竞争力 破坏供应链,引发重大的市场不确定性 实际上,通过美国半导体协会的声明 我们也看出整个事态应该说是非常清楚了 过去美国不断的指控中国 什么威胁全球科技供应链 影响了以规则作为秩序的什么等等 反正就是把所有的锅都甩到中国身上 但是现如今,美国自己的半导体行业协会都发布声明 说你这个白宫呀,你搞的各种限制措施过于宽泛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什么都限制 完全不讲道理,对吧 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 另外呢,他在声明中又说 你这些限制模糊不清 什么叫模糊不清呀 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对吧,我这个做生意,开大门走大路 你如果讲清楚了,那我倒也好办 对吧,可以做的,咱就好好做生意嘛 不能做的就算了 我想呀,任何国家,任何企业呢 都不愿意绞入各种什么国际争端 各种什么法律官司当中 但是呢,你由于你这个写的太含糊 对吧,所谓的不可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个半导体公司想一想 我这个卖芯片给做冰箱的 做电饭锅的,做洗衣机的 这算不算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呢 如果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 这个俄罗斯呀,在缺少芯片的时候 说把那个洗衣机的芯片拆下来 放在导弹当中使用 那你想呀,如果这样子的 看待一些问题的话 那完全模糊掉了 所谓的军用和民用的界限 那么美国方面 你的这些政策 让美国的半导体企业 又如何的去适应 如何的去遵守呢 那另外一方面 根据美国半导体协会SIA 他的声明中又说 美国的限制措施呢 很多时候是单方面的限制措施 那么既然是单方面的 什么意思呀 就是你光让我美国的半导体公司 不可以到中国去卖东西 那么显然你也没限制其他的 对吧 那么就会怎么样呢 就削弱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竞争力 换言之 对吧 那么是不是有其他国家的半导体公司 就可以去到中国去进行市场的销售行为呢 那从而把美国公司失去的市场份额 还被其他公司给抢走了呢 即便表面上也遵守美国的 这个这些限制措施 但是我们知道对吧 只要有钱赚啊 商人啊 反正呢 这个有利和图 哎 可能就有人会去做 包括通过中间商等等 那么美国方面 美国的这些半导体公司 他们就担心 另外呢 这个SIA在声明当中明确指责 美国的这些做法呢 这些限制措施 破坏了全球的供应链 引发了重大的市场不确定性 显然呢 这是一次定性 美国的行业协会 应该说里面都是美国各大半导体巨头们 他们在一起对这个行业的了解 显然是比美国的这个国会两党 对吧 包括美国的拜登政府 要清楚的多 要熟悉的多 啊 那你想呀 如果说连美国的这个行业协会 自己都认为 是美国在破坏供应链 引发市场的不确定性 那么美国再拿此来指责中国 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呢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 还敦促白宫方面 要和行业和专家进行更广泛的接触 什么意思呀 言下之意 不懂多学一点 不要乱去指挥 对吧 我们就怕这种就是呢 外行指导内行 明明呢 这些这个美国的议员们 啊 这个包括媒体上的一些人士 对吧 只会带分枪 只会呢 搞民粹的操作 但是呢 对整个半导体行业呢 知之甚少 反正呢 那就一味的骂中国就行了 一味的去 这个所谓推出各种禁令 但是却不熟悉整个行业的运作 所以SIA才会说 这个说出上述这句话 对吧 你白宫方面 你要和行业和专家 多进行接触 对吧 换言之呢 你多学习 多了解 在整个的评估目前的局势 包括潜在的各种限制措施的影响之前 不要再实施进一步的限制措施 以确定他们这些做法是否瞎整 而且呢 明确的定义 是否一致的适用 并且是否与门友进行充分的协调 换言之 如果上述这些你都没有做呢 表示啊 你再推出的新的禁令呢 显然还是前面所说的 对吧 你这个定义模糊啊 无法去遵守 另外呢 就是破坏全球的产业链的发展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这一举动 也意味着 美国三大芯片巨头 包括像英特尔公司 高通公司 英伟达公司 已经开始联手起来 来抵抗拜登政府的半导体禁令 他们都希望能够啊 这个自己呢 不要失去中国的市场 之所以要这么做 还是因为中国庞大的市场 这个呢 我想大家也都很容易理解 对吧 总归呢 企业嘛 总是要赚钱 总是要找到客户嘛 所以高通公司 向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 他所供应的零部件 那么实际上呢 就根据统计就发现 高通公司60%以上的收入 都来自中国 而英特尔的首席执行官 基辛格 近日曾经访问了中国 也展示出了最新的人工智能芯片 那么英特尔的销售额当中 有25%是来自于中国 换言之 英特尔公司 我们知道呢 这个英伟达公司 过去呢 他有A100 H100 那么美国拜登政府呢 下达了禁令之后呢 那么英伟达公司 他们开发了H800 A800芯片 卖给中国 那么据说 美国的相关机构 目前在酝酿的 就是要对类似于A800 H800进行限制 那么英特尔公司呢 他自己其实呢 也开发了一款人工智能芯片 它类似于英伟达的做法 来为中国市场提供特工的芯片 那么有人会说呢 英伟达公司都被美国拜登政府给挡了下来 你英特尔公司又去搞了一个类似芯片 而且还跑来中国 大烈烈的来进行宣传 进行推销 那么这样的 美国拜登政府 能够答应你吗 能够给你许可证吗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 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国会的游说能力 原因很简单呀 英特尔公司在半导体行业 可是迟程了数十年时间 在过去呢 英特尔在美国国会 有非常多的 这个议员呀 都是他们所资助的 另外呢 英特尔公司在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 推出之后 我们也看到了 无论是台积电 还是这个三星电子 那么他们在美国所拿到的 这个美国政府直接给的补贴的金额呢 远远少于英特尔公司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没什么原因可说 其实就是英特尔是美国的亲儿子 换句话说 朝中有人好办事 那么前面说了 英特尔公司25%的新收来自于中国 而对于英伟达公司来说 中国贡献了该公司近五分之一 也就是说差不多20%的收入 这些公司都认为 切断与最大市场中国之间的联系 会损害他们在推进技术方面的投资能力 对于打造自主半导体产业链的行为 光刻机大厂阿斯梅尔的高管 曾经对外表示 半导体行业只有通力合作 建立完全自主的产业链 即使并非不可能 也是极其的困难 换言之 如果不是全球各个国家 各市场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 大家一起来合作 你想完全自己玩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美国现在其实就想来做这样的事情 实际上美国的这些公司并不指望 美国政府彻底放弃所有的限制措施 但是他们也认为 有机会让美国拜登政府意识到 进一步扩大限制令 或许能够限制中国短期之内的发展 但最终将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去年10月份 美国商务部发布半导体禁令 禁止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向中国出售某些设备 以及出口一些用于人工智能应用的芯片 在今年的7月14日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彭博社的报道称 除了荷兰6月份所发布的管制之外 美国还考虑要禁止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阿斯美尔公司 在未经美国华盛顿批准的情况下 向大约6家中国工厂 出售更为旧款的DOV的光刻设备 那么其中呢就包括中芯国际所运营的一家工厂 而相关的详细内容 我们此前节目介绍过 这里不再拓展 那么中国市场究竟有多么重要呢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了 对吧 你这个每次谈到芯片技术 对吧 就拿中国市场来说事 然后呢 不谈中国目前的芯片的进展等等 其实我们也谈了 之前节目中也介绍过 中国芯片的目前的发展阶段等等 但不管怎样市场的力量就是庞大 就像我们谈到美国 我们总是说美国的科技人才啊 美元等等 实际上如果没有美军 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后面撑着呢 这一切要倒下来 也是瞬间的分本离析的事情 所以啊 根本的还是美军的这个啊 他的这个军事投资 包括这个军费 每年呢 要花费了八九千亿美元的这个代价啊 那么养这么多的美军在全球让他可以来称霸 所以呢 他才有了所谓的科技霸权 美元霸权 当然很多朋友会说了 对吧 那么啊 由于你这个美国是他的这个基础教育做的好 美国的整个的金融体系好 所以他有美元霸权啊 他有科技霸权 那实际上呢 这一切如果说失去军事霸权作为基础 很快呢 所有的这一切都会被掏空 啊 我想呢 这在历史上可以说看得非常清楚 也是呢 这个啊 很多历史的这个啊 过往呢 应该都证明了这一点 而美我们看到路透社呢 也谈及 现如今美国半导体公司普遍的担心 在中美之间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 那么这些公司在中国都拥有大量的业务啊 那么他们如果未来真的禁止在中国市场的这个销售 那么恐怕失去的不是短期的收入问题 而是永久的失去市场 美国芯片公司并不愿意切断与其最大市场之间的联系 高通公司向小米等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供应零不见 那么这样的一个合作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 这就是如同什么呢 我前面介绍美军对美元其他霸权的重要性 这个美国的芯片也好 美国的半导体或其他科技也好 它之所以能够取得很快的发展呢 其实也是在全球都是布局它的市场 换言之 失去市场的即便你的科技非常发达 那么很快你就缺少了进一步投资的所需要的资金 那么也就意味着呢 你的整个的这个后进的不足 你的创新不足 你的产品呢 在未来迟早会被其他公司给超越 现在呢对于无论是英伟达还是英特尔或是其他的高通公司等等来说 他们的担心就是这样一种长远的思考 而不在于短期说我今年一年两年损失一点销售收入 不是这样 而是一种长期的格局性的转变 美国芯片行业的高管们 他们非常担心美国政府限制将削减整个销售额之后 那么使他们的研发资金都出现非常大幅度的减少 而研发资金的减少正是未来创新正循环的一个基本的动力 那么这样的担心其实并非空穴来分 中国海关总署13号所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大陆集成电路进口量下降至2277亿块 比去年同期是2796亿块 那么整个的芯片进口额下降了22.4%到1626亿美元 那么到目前为止 美国半导体和显示设备供应商 应用材料公司等等芯片设备制造商的收入受到的打击最大 这些公司也担心 华盛顿的限制将扩大到其他的类别的芯片 那么美国这些芯片巨头的游说动作 究竟能否影响到拜登政府的决策方向呢 我看呢 其实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呢 恐怕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我们知道美国企业对政治呢 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特别是一些大企业 他们可能会想方设法的绕开出口的限制 比如说 尽管现在美国针对华为有芯片禁令 但高通拥有向华为出售芯片的许可 未来美国大企业也可能会通过类似的方式 避免限制的影响 美国媒体也承认 尽管美国颁布了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一系列出口管制 但这些管制存在着很多的漏洞 在美国政府不断加强对中国的限制之际 英特尔公司就宣布将面向中国市场推出一款全新的人工智能芯片 而且呢 他的高管到了中国亲自来推销这款芯片 可以说是密封作案啊 打上双引号 对吧 看起来呢 似乎完全不顾美国政府的分项标而指引求 那么凭借着这些为中国良心打造的产品组合 英特尔公司降低了人工智能的准入门槛 英特尔执行副总裁李维拉在北京的一场发布会上 信誓旦旦的说 希望帮助构建中国人工智能的未来 换句话说啊 我们是有雄心壮志 要来和中国一起合作 打造未来的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 那么怎么做呢 来买我英特尔为中国市场所定制的芯片吧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想呢 英特尔公司它扎根布局中国市场 那么长期希望能够啊 这个不失去中国市场的这个意图 可谓是相当的明显 同时他的这种表态 其实也是和美国拜登政府 美国两党议员们在公然的唱反调 那么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英特尔的背景 显然呢 他也并不担心 实际上 美国芯片禁令影响最大的 可能是美国的中小型芯片企业 以及呢 包括像韩国呀 日本呀 一些企业 根据中国海关所最新公布的数据 中国从韩国的进口总额 同比下降了19.6% 从日本的进口总额下降了11.1% 香港南华早报说 与此同时 在中国的半导体自给自足的政策推动下 中国传统芯片与其他成熟技术 集成电路的产量出现了激增的状况 那么取代进口的产品 我想这一轮美国科技企业的游说动作 可能会取得进展 但是呢 想要游说让拜登政府取消芯片限制措施 目前看起来依旧是难度很大 因为美国的科技战略已经形成了两党共识 而且呢 在科技战线可以说也是美国霸权的核心堡垒 不容半点的闪失 那么这一点判断 我们可以从美国口是心非的对华沟通策略 就能够看得清楚 香港媒体7月15号发表文章 题目就是啊 这个美国为谈判而谈判的外交局限 也就是说 克里北京之行 所凸显出了拜登政府对华接触政策的空洞化 文章认为 虽然美国高官近期接连访华 但是在美国不断升级对华遏制的背景下 中国仍然无法相信美国所具有的诚意 那么文章敦促美国拿出实际行动 来重建双方的信任 拜登总统的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在16号抵达北京 他也是近一个月以来 一连串美国高级别访客当中最新的一位 但在所谓的友好的外表下 中美关系仍然是极度紧张 迄今为止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展 克里加入到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的访华行列 似乎是为了稳定关系而孤注一掷的尝试 但是虽然中国接受了这些示好的记忆 但在美国不断升级对华遏制的背景下 特别是美国接二连三口头 说要沟通和中国之间进行接触 但实际上还在不断的推出各种各样的限制措施 来打压遏制中国发展的状况下 中国又怎么可能无条件的相信美国方面的诚意呢 缺乏具体的成果也凸显出拜登外交接触政策的空洞 其重点就在于被人们看到所谓的谈判 而并不是取得实质性的行动以及进展 关于所谓探索未来对话的模棱两可的这种说辞 这种承诺只不过凸显出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鸿沟 尽管中国方面欢迎接触 但中国呢也很清楚 同时也发出警告说 沟通必须要有效 还要解决双边的关切 如果在谈判的同时 美国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越来越紧的话 那么为了谈判而谈判实际上就毫无异议 行动而非言语才是最真诚的代表 再被认为是两国合作的所谓一个关键领域 在气候问题上 这样的局限性尤为明显 克里的目标是重启停滞不前的中美气候谈判 敦促中国搞减排搞气煤 实际上美国的真的是很虚伪 非常的双标 美国人自己的人均排碳量 是中国的人均排碳量的数倍之多 但美国人呢 却拿总量来说是 你说一个人对吧 比如说一个国家 他有14亿人口 另外一个国家 他有比如说100万人口200万人口 你说你们两个之间去比总量 这合适吗 对不对 另外呢 美国他的这个中国的排碳量 是美国的两倍 我说的是总量 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啊 换言之 人均排碳量 中国只有美国的一半不到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还跑过来 搭雷雷的 把自己搞成了教师爷 教育中国要怎么减排 其实在减排的努力上呢 那么中国方面 比美国可以说是做的好的多 同时我们也看到呢 他在北京 当然是面与着中国方面的这个议政言辞 因为中国对于这种啊 美国呢 把这个气候谈判 气候合作 把它进行武器化 而且呢 把它当作是一种政治的谈判 政治的棍棒 这种做法本身呢 就感到非常的愤怒 而与此同时 美国的宣传机器 不断的靠抹黑和重商中国 来获得所谓对话的筹码 在访问的前夕 不断指控中国 什么搞黑客奇迹等等 这些说法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黑客帝国 是哪个国家呀 对不对 过去的这个美国 所暴露出来的各种监听事件 连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 都被美国监听 结果呢 美国却去发动媒体力量 抹黑其他国家 而且呢 中国呢 早就看穿了这些常规的把戏 警告美国不要玩音的 真诚岂能与诽谤相容 关系的整体恶化 导致了中国对美国 可以说是高度的不信任 美国制造危机和胁迫 以换取利益的方式 导致当前的消极的恶果 形成负面的循环 扭转局面需要时间 和持续的善意 目前沟通仍然是 最低限度的要求 而重建信任的责任 以及创造基于相互尊重和真正合作的条件 还是在于美国 言而有幸方能一言九鼎 除非美国华盛顿方面放弃冷战思维 并积极对抗美国的反华游说团体 否则双方关系 恐将继续螺旋式下滑 我们回到前面所介绍的 关于芯片的话题 那么其实啊 中国早就意识到 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业 也早就意识到 美国方面的 这个所把控的 全球半导体产业是靠不住的 2021年 中国仅有15%的半导体是自己生产的 而到了2023年 也就是今年 预计这一比例将会达到25% 中国会自己干 也能够自己干 无论是过去的空间站 高铁 大飞机 中国都能够造得出来 当然也有全球合作的这个空间和基础 从长远来看呢 中国的半导体制造也一定能够做得出来 当然我们都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的到来 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